大家好,我是小林 现在是早上的6点34 出来干活了 今天下大雨了 早上又是周一 估计早上会特别堵车 这一段早高风 碰上了下雨 今天早上不知道堵车会堵成什么样 现在才早上6点半 也就开始爆单了 唉,不好跑今天早上 看弟弟给我派的单怎么样 最好是不要给我派到市里面去 周围就一辆车 11个单 开始这单嘛 出门第一单 接个小单 早上来第二单 去高铁南站 到南站了 接下来又要去我的那个老地方 万科 果然我的选择是没错的 刚到就来了一单 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整 常常现在已经交通已经瘫痪了 感觉全是红的 不过我还好接了一单 去黄兴建这边 点了一个外卖中午 我现在在这个抽货的城市上这里 我发现每次中午点外卖的配送的速度特别慢 实在也不知道怎么说 也不好给他们给他平时吧 都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 今天上午跑的还可以 上午一更是跑了有220块钱 然后4点几个小时 但是其实今天上午让我很气啊 为什么气呢 因为我们群里面的人啊 起码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接到了那种翻倍单 因为今天早上是周一早高峰 然后下雨 所以好多二点几倍的 最高的是群里一个人2.8倍 然后起步价是80多 太让人那个心动了啊 这种定单 但是我今天早上没有接到一笔单 感觉像是错过了一个亿 饭吃完了 也休息好了 开始干活了 又给我谈了一个什么 说完单力固定可能会被暂停服务 哎呦这种真的是烦躁啊 乘客取消的也算到我的责任上面了 不管它了 开始干活 现在还有好多车在这里充电 现在已经休息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了 先出车了啊 兄弟们拜拜 我要开始干活了 下午运气还不错 第一单就去越路区了 马上就晚高峰快开始了 看弟弟给我拍了一单 拍到什么地方去了 都快到童话窑了 这晚高峰 这高峰期跑不了了呀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半已经到家了 今天跑了十点二个小时 然后二十足在四百五十二的流水 其实今天流水还可以啊 但是今天发生了一点小插曲啊 我真的是跑弟弟差不多一年了 第一次碰到碰瓷的 今天晚上碰到一个碰瓷的 和大家说一下我事情的经过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张图片 一张电动车 在我掉头的时候 他直接雷过来 雷到我车上 大家从图片那边看得到啊 我整个车身就朝尾部那里没掉过去了 以及整个都过去了 红杂里 在钉字镇那边 没有摄像头 所以我就抱了紧 抱了紧以后警察过来 他第一时间就认定 一来就说 说我全责 他说我在掉头 掉头的时候为你让电动车 他说从法律的角度上面来讲 我就是全责 我在掉头的时候 我还看了一下后视镜 雨了电动车过来 但是我整个 我还往右边 借了右边的一点点道 是个三叉路口 这边是直行 这边是这样子的 过去的 然后我借着这边的道 打过来 我以为这个电动车 它会减速 甚至是让我 谁知道它速度都没减 直接就雷过来 啊我真没想到 下车以后他就说 他说我掉头没开合设计 我说我掉头没开合设计 你哪里没看到我没开合设计 我说我已经提前了三四十米 就也打了左转向上蹬 我说你是没眨眼睛吗 我打了灯 他说你不能这样掉头 真的是没摄像头 要是有摄像头的话 我也不知道交警他是怎么判 反正交警他直接认定 他就是我的权责 还有一个搞笑的事情 交警没来之前 他没有说任何 他脚不舒服 然后交警 当交警说是我的权 然后他就开始说 啊我脚有点痛 然后他交警就搞笑 他说 你这不是故意的吗 你刚刚没说你脚痛了 你像你说脚痛 然后没经过鞋商 他就把那个修电动车的那个人 叫了过来 检查他车上 有六七处损伤 他说什么换了什么杠啊 他说一百五 算下来 就是四百七十花钱 我说四百花钱 他说不行 他说我不能贴本 后面讲了半天 扯了十几分钟 然后后面 我想着我又要跑车了嘛 我就来能和他都扯 就给他赔了四百七十花钱 所以我就用了这四百七十花钱 买了一个教训 所以大家平时在跑车的时候 也是啊 如果说你要掉头啊 尤其是在没有摄像头的地方 一定要记得 有电车车过来 你就一定要记得让他 要不然的话 真的碰到镇子碰死的 他就直接雷过来 雷过来以后 你说不清楚的 你的行车记录仪 只能看前面 你不能看侧方 是吧 这个情况下 就是我们这辆小车的选择 好吧 真的是花钱买教训了 今天一天 这个就白干了呀 一天跑了四百五十二块钱 赔了四百七 自己还倒贴了二十块钱 哎 破财消灾 好吧 好了 今天就大家说这么多了 有喜欢小灵视频的 别忘了给小灵讲关注 谢谢大家 拜拜 回去了啊